台中市副市長肖家綺化身為王子衛公主送上金履鞋 也會從1月11號開跑的昌平商圈皮鞋購物節活動宣傳造勢 其實從年輕的時候我們買皮鞋都會到昌平路裡面去找 因為昌平路裡面整個皮鞋街裡面各種樣式的都有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把昌平路的皮鞋街的名號既然在打響 所以我們希望辦一個歡樂鞋派從11號一直到27號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帶動商圈的發展 主持人美麗不美麗啊 大家看一下他腳上穿的鞋子是哪裡的 昌平路的對不對 就是昌平路的 是來自於昌平路的 美麗的鞋子 美麗的鞋子搭配美麗的家人的話 我想的話這是台中的特色 對 當然除了這個滿意送應好好大放鬆別忘記了 要鎖取這個滿3000元鎖取我們的環保貨物袋 這也是在我們昌平商圈會特別推出的優惠好看 對對對 在地的老台中人都知道買鞋就要到昌平路 因為在早期昌平路就是手工製鞋專區 不過近來受到量產鞋普及還有景氣影響 賣鞋的店家官到只剩不到一半 為了重振當年士氣 商圈進來也積極辦活動 希望能夠再次搭上昌平皮鞋的知名度 我們現在經過商圈這四年來的 現在漫入第五年嘛 經過四年來 市政府不斷地給我們支持努力 還有我們自己商圈也蠻努力的 我們都很不棄年啦 雖然我們憑賤都沒有上 但是我們還是照樣地在做啦 活動照樣舉辦 因為每年我們母親節 父親節 雙屍節 固定三個節日 我們一定都有活動 這是有這種優惠活動 每一個月的11號 都是買一送一嘛 因為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定為我們的皮鞋接日 這次商圈長達17天的促銷活動 除了各類鞋款買一送一之外 還有議員競標以及消費滿額贈活動 農曆春節即將來臨 想要為自己增添新型頭的民眾 也不妨把握機會 影軍台中採訪報導